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来更多的认识他 认识他的目的呢 是要敬拜他 也学耶稣基督 2000年前在世上 给我们留下诸多的美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的中南 我们上礼拜呢 讲过 在教会的教义当中 有绝对的真理 和相对的真理 哥林多前书中南 所以真理呢 是神 为人所定的 法则 这个真理呢 是不可改变的 尤其是在绝对的 基要的真理上 是完全不能够妥协的 但是呢 在相对的真理上呢 是根据时间 空间 因人而义的 但是我们人呢 常常会把相对的绝对化 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求主方说 你知道 真理呢 竟然有相对真理 绝对真理 那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乃是 伦理 尤其是在教会内的 侍奉上的伦理 那我们 下一次呢 要讲到 和问题的处理 所以哥林多前书呢 就中南的角度来看呢 有教会 有教义真理 大家说教义真理 教义真理 然后有侍奉伦理 侍奉伦理 然后还有问题处理 问题处理 所以哥林多前书讲 哪三个理 真理 伦理 还有处理问题 因为 在日光之下 目前 所有的教会 没有一间教会 是 实权实美的教会 或多或少 都有问题 而且 甚至是疑难杂症 所以呢 需要保罗 凭着圣经的感动 跟启示呢 来做处理 所以我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是 侍奉的 伦理 那伦理呢 是啥东西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 最懂的 什么叫做 伦理 道德的 我从小到大 在家里呢 就被爸爸妈妈 被 我的一个外婆呢 就是 管东 管西啊 吃饭 要有吃饭的样子 做呢 要有做的样子 学生呢 一定要听 老师的话 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 教我们上学 一定要如何 听老师的话 那老师呢 对我们这些学生们 更是要求呢 极其严格 我的家教很严格 那我以前所读的学校呢 更是严格呀 所以 学生对老师呢 我们从小就 被潜移 默化 从小就被灌输 思想 我们要听 老师的话 似乎老师所讲的 全是真理 所以一定要听他 那很特别啊 有一个 有一个初中 初中生啊 那这个初中生呢 我们大刚还没有出来啊 这个初中生呢 就上礼拜的 一样的 上礼拜的 有一个初中生呢 他呢 学校有一个 英文老师 而这个英文老师呢 当然教英文 那更特别 常常拿中国的 伦理道德 来要求学生们 因为我们 读初中的时候呢 大家晓得 要读伦语如梦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其中就有一句话说 有事 弟子 福 其劳 有酒 事 先生 传 就是任何事情啊 如果老师 要求你 你要完全做到 那你呢 要无为不自的 去关心 去服侍老师 如果有任何 好吃东西 谁先吃 老师先吃 老师先吃 不是你学生先吃啊 所以呢 这个英文老师呢 他教英文就很好了 结果呢 竟然讲一大堆 所谓中国的 鲁家的伦理道德 所以这个学生呢 就常常觉得说 这个老师实在太过分了 自己呢 不好好读中文 整天叫崇洋媚外 学英文 还教英文 结果呢 整天拿中国的 把这些礼教啊 然后来要求我们 太过分了 然后这个学生呢 就心里面 非常不服这个老师 虽然他的态度上 表面上呢 还有点毕恭毕敬 那心里面呢 非常叛逆 非常抵抗这个老师 那有一天呢 竟然 这个英文老师呢 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啊 题目是什么呢 三十年后 三十年后 结果这个学生呢 他就写了 下面的作文讲说 三十年后 我和我的老公 我和我的老公 是如此的恩爱 我们常常一起去 逛超市 常常一起去 这个六公园 我们手上戴的是 老公在情人节 送给我的三克拉钻件 那我的生日礼物呢 是老公送给我的 最昂贵 最精美的馅面 然后呢 刚刚结婚纪念日呢 老公又为我买了一个 最高级的 老师来自的跑车 我呢 带着我一对儿女 悠哉悠哉的 就去了公园 在空园当中 看见苗雨花香 蓝天白云 然后看到孩子玩得 极其开心 我实在幸福感 就自然洋溢出来 就在这个时刻 有一个女人 在公园 许多的垃圾桶当中 捡着回收罐罐 竟然呢 也跑到我的面前来 甚至呢 向我伸手 要求我 施舍她的一些东西 我看到这个女人呢 我觉得 她的衣着呢 实在非常的邋遢 然后她的全身呢 又散发出 非常难闻的味道 然后我在想说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 当我一定睛看的时候 哎呀 原来她就是我 三十年前的英文老师 你看看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讲究礼教 讲究学生要服侍老师 那这是一面的还是全面的 老师要不要关心 要不要爱学生 要不要服侍学生 更要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讲到 伦理呢 就强调所谓的片面跟全面 大家说片面跟全面 片面跟全面 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够单单顾到一面 而不顾全面 那哥林多前书呢 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全面性的真理 全面性的真理 我们先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 圣经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天父我们恳求你 透过哥林多前书 向我们说 你要说的话 让我们能够常常奏思夜想 耶和华的律法 让我们读耶和华律法的原因 也并不是为了要蒙恩得福 乃是这是真理 天父我们求你在这时刻 特别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再一次来洗净遮盖 涂抹我们 让我们此时此刻 是隐藏在耶稣宝血的下面 而主啊 你从天上看到我们 乃是看到耶稣 而不是看到我们的自我在那里膨胀 自我在那里扩大 天父我们求你 透过更多前书的 许许多多的真理 来更多的教导我们 谨守真行 如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我们讲到说 伦理呢 是讲到教会当中 事奉的伦理 那请问大家 社会有没有伦理 有 社会有伦理 那请问大家 开车的时候呢 有没有伦理 有 停车场有没有伦理 我们最近停车场呢 我们的城里弟兄呢 花了时间 付了代价呢 为大家画了许多条线 这些线叫什么 这些线就叫做 伦理 就叫做规章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停车场 目前的停车效果 比过去好多少 好很多很多 那是不是画了线之后呢 大家就完全遵行 好 就在这个两个现场中停车车 有没有 不见得 还是一样有人呢 明明呢 他前面还有两个 两个车位 他就停在最后一边 结果呢 如果 我们今天 有人要开车过来 就两个空位 还能停吗 就停不了了 所以连一个停车呢 都有很多的规矩 那开车呢 也有规矩 同样的 圣经 在 格里多前书 告诉我们 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比方说 十四章四十节 告诉我们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 按着次序行 所以在教会当中 有次序 在聚会当中 有次序 连方言 讲道 都有顺序 夫妻 爱的生活 性的生活 都有顺序 在十五章二三节 甚至告诉我们说 将来在复活的时候 个人是按照 自己的次序复活 所以格里多前书 非常强调次序 大家说次序 次序 所以神呢 不单单是创造天地万物 神呢 也为天地万物 定了次序 定了次序 所以这叫做 耶和华的法 法则 在旧位当中呢 我们看见有所谓的 道德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很多很多的清规戒律 我们也看到很多 敬拜上帝的法则 比方说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 献祭 总共有几个祭呀 以前我们讲过七个灯台有七盏灯 总共有七个 祭 对不对 有凡祭有数祭 有平安祭 有赎罪祭 有赎千祭等等 所以 要透过献祭呢 才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完美的上帝面前 然后 旧约呢 又特别强调说要守 安息日 请问守安息日是道德伦理的法则还是礼仪上的法则 守安息日 是礼仪上的法则 所以 我们 如果要透过 好 遵守 律法 来得救的话呢 大家晓得不能单单只是片面的 你守了一条就得救 你守了 道德的礼仪就得救 No 你不单单是要守道德礼仪 还要守 不单单是要守道德的 伦理 而且还要守礼仪的伦理 才能够得救 所以 我们不能够 单单 只顾到 某一方面 比方说我们目前 人呢 在地上 因为从早到大 的确被教导 要听话 要顺服 那我们呢 很懂得要听 老实的话 要顺服 老板的话 甚至夫妻之间呢 也很懂得要 顺服老公 要顺服老婆 的确是 彼此顺服 但是呢 如果单单是顺服这些人 请问是片面还是全面 片面 更需要的要顺服谁 顺服 天地 人的 上帝 所以呢 当中 我们讲的 片面跟全面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很清楚讲说 有今生的事 还有 永生的事 那今生所得到的冠冕 跟 荣誉呢 那是短暂的 会朽坏的 那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到 不能坏的冠冕 那个冠冕是 永远的 好 可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整个事件呢 有一天会结束 无法想象 哥林多教会呢 他们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恩惠恩赐跟恩典 他们在 凡事上都富足 而且呢 口才知识都全备 所以他们是有聪明有智慧 但是呢 保罗跟他们讲说 你们 的智慧 如同 世界上的智慧一样的 这些智慧呢 是属于世界的 属于地上的 而且这些智慧呢 是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能要去寻求 要去得到 要去仰望 要去运用那 上头来的智慧 那个是 属于神的智慧 那个属于神 奥秘的智慧 那是我们要 寻求的 所以 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有世上的国 可是 这世界的国呢 已经快要结束了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四节说 默其 到了 默其 到了 然后哥林多前书 告诉我们 时候 减少了 这世界上的样子 将要过去了 然后我们要为自己能够进神的国而预备 所以六章九节 告诉我们 神的国 要如何才能够 有资格进去呢 就是要有 义的人才能进去 不义的人呢 就不能进去 在六章九节 那十五章第五十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预备自己来进入那神的荣耀的永远的完美的国度当中 所以呢 我们如果只寻求在地上的国 只寻求今生的事 那叫做片面的 我们 我们人要有智慧 要全面性的话呢 你就是不单单 要 能够 侍奏地上的 侍奏地上的 四为八德 那四为大家说 四为 离 义 廉 词 那八德呢 忠孝 仁义 心意和平 我们 每个人呢 都读过书 读书 的确 目的就是要让人觉得说你这个人比较懂仁义道德 而且你这个人呢 所作所为 更 能够流露出所谓的书香之气啊 所以 目前的读书人呢 变成只读 只读 技巧 只读一些科 科 科技 结果 伦理教学呢 几乎都是不文不文 在求主怜悯 那 我们 中国人呢 除了刚讲到四为八德 我们要尝试 所谓的三纲五常 有谁知道哪三纲呢 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呢 第一个就强调 就强调说 君是臣之刚 父是子之刚 那夫是妻之刚 那为臣为子为妻呢 要绝对顺服 臣要顺服君 子要顺服妇 妻要顺服 夫 可是呢 三纲五常当中 其实也要求 君呢 妇呢 和丈夫呢 也要做出 相当美好的 表率 那五常呢 强调的是 仁义 理智性 所以 透过这些 伦理道德的 规范呢 就 为 为 我们的 前途 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秩序呢 能够定了内容 方向和运作 实践的 具体的 方法跟目标 所以 的的确确 伦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晓得 中国的鲁家呢 啊 这个 两大人物 一个是孔子 一个孟子 刚才很多所说的其实都是源自于孔子 那孟子呢 又继续孔子的 伦理道德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有 四端 有四端 四端的意思呢 就是有 四颗心 然后呢 有 四个源头 哪四端呢 他告诉我们说 人呢有 有恕隐之心 有修物之心 有 持让之心 有示威之心 那这些心呢 其实 都是谁赏赐的 其实都是上帝给的 所以我们 要总归下来 一切的伦理道德的源头呢 就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 格里罗前书 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 在 人与人 人与神之间的 种种的伦理道德关系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思想 谁是源头 这是格外的重要 格里罗前书 因为他们 许许多多的人 恩赐 非常大 在恩赐上是没有不及 其他教会的 这个教会的 不管长老只是同工 不管是 一般弟兄姐妹们呢 好像都有各种恩赐 甚至呢 还有圣明的 九大恩赐 结果呢 因为的 这些恩赐呢 就自高自大 因着这些恩赐呢 就会看清 别人 藐视别人 在格里罗前书的 十六章 第十一节呢 他们连 保罗的 接棒人 提摩泰 格里罗教会 甚至都藐视他 你想想看 这是成何体统 然后 他们会贵重这个 会亲那个 然后 他们觉得说 他们之所以能够 达到这样一个地位 有这样的一个 本事呢 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跟奋斗 那保罗跟他们讲说 一切都是领受的 你的聪明才智 你的本性的能力 都是神赏赐给你的 然后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 无论是谁 都不可 拿人做夸口 强调侍 侍奉呢 不是在炫耀 自己 不是在表现 自己 多有能力 多有才华 侍奉呢 也不是自我实现 自我去成就 比方说 当年 巴别塔 被建立的目的呢 不是要荣耀上帝的名 乃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所以侍奉呢 乃是要常常从内心深处去询问去遵行 上帝要我做什么 而不是我要为上帝做什么 请问大家这两个问题 哪一个是合神心意的 其实我从早到大 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一直觉得说 我要为上帝做什么 可是 多少年下来之后呢 我常常在想说 我所做的 到底是 上帝要的吗 我 一直在 打到一直在 思想 心中一直呐喊说 上帝啊 你要我做什么 而不是 我要为你做什么 我过去在台湾 好呢 我们台湾大学业的人呢 都要 都要当兵 那 你考试通过的人呢 就有资格做 做预官 所以呢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能够考试通过 然后呢 就做了预备军官 虽然做预官呢 我们还是要 要受当兵的训练 当兵训练当中呢 我们晓得常常有两句话说 合理的是训练 不合理的是磨练 所以我们被 我们那些大学 大学生当兵 被那些 这个 那些教育班长 实在长得 哎呀实在是昏天 印象的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凄惨落魄 但是呢 当我们一当上官之后呢 大家晓得 官 有没有权柄 当我们挂上 这个 一条杠 这个少尉军官的 这个级别的时候呢 那走在军营当中 哇那所有的兵 见到我们要如何 掌握好 对不对 哇那你知道说 熬成活了 那种滋味也相当相当不错 那感谢神 后来呢 退伍之后 那我进了一家 公司 然后在公司当中呢 感谢神 恩待我 从最基层 一下就成为公司的主管 公司的经理 那 在我 领导这家公司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 工作 工程化 大家说工作工程化 工作 然后职场合场化 职场合场 事业事奉化 事业事奉化 听懂这些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读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哇 我们的工作呢 可以变成 金银宝石的工程 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耶稣就要来 而且耶稣就带来的那个特别的日子呢 他要做审判 有火般的试验临到我们 如果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话呢 那你所人生的建筑 一切的工程呢 就存留得住 如果你的工程呢 是草木和谐的话呢 那火的试验 一来的话呢 所有的工程呢 全部被火焚烧 就一无所有 所以呢 我常常要求自己说 我的工作呢 要工程化 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 不能够应付 不能够 这个随便 我那个时候 住在 住在教会里面 要付房租 可是呢 教会的 一般传统倫理道德是 住在教会中的人呢 教会 啥事 都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 然后从 这个拖地板 洗厕所 排椅子 然后整理图书 修补圣经 然后煮大锅饭 然后反正教会的所有杂事呢 都是谁的责任 我们这些 住在教会人中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付房租 每个月到期 还自动自发就付房租 可是呢 我们 刚做几次的时候呢 会甘心乐意 那做久之后发现说 怎么老是我们这一两个人在做 其他人都不做呀 那亲中会如何 就不甘心了 所以排椅子的时候呢 就拿椅子去 发脾气呀 对 这么倒霉 都是我在做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发现说 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去 侍奉的话呢 请问 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鲜 是草木和鲜 好不但存留不住 没有价值 反而呢 还会招来很多很多的 祸患 所以我们就懂得 那个时候呢开始训练自己说 一定要 啊要 真正是 为主而做 真正是回应神的爱而做 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我到底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 所以就不敢应付 不敢敷衍 就格外的认真 格外的学习 所以当我 成为一家公司的主管的时候呢 我要求我自己 每天早上 第一个 上班 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几年下来都是如此 感谢神的恩典 然后因着工作工程化的结果 我要求自己也要求 我的所有的 这个employee 然后呢 神的恩典 哇我们每个月呢 有年度的有季的有月的各种的目标的竞赛 感谢神 神的恩典让我常常都拿冠军 而且呢还破纪录的冠军 所以 这就是因为说 格林多贤书告诉我们 我们 工作必须要怎样 像工程一样的 你到底用什么材料 去 搭建 你的人生工程 你到底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蓝图呢 去设计你的人生的建筑 那 我的另外一个目标呢 就讲到职场要合场话 那么各行各业 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工作 像我们教会 很多人是做指甲按摩 装修餐馆 对不对 餐馆呢 柜台 可以成为你的讲台 对你旁边讲说柜要成为讲台 所以 我当年 在我的公司呢 我在台上台下 大家知道我都在讲什么 我都在讲圣经啊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 经理啊 你怎么不去做牧师啊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神叫我来这里哦 乖乖听话 所以呢 我一直把我的职场呢 变成是 要 撒福音种子 要收割灵魂的 合场 所以感谢神 我回台湾几次呢 就 知道说我过去 很多很多的 这些部署啊 目前在台湾都做牧师 路亚 都做牧师 所以神恩典 职场 变成合场 变成一个收割 庄稼 撒走 又收割的一个合场 实在是 被主所纪念的 第三个呢 我的目标就是要事业 事奉化 大家说事业事奉化 事业事奉化 那事业事奉化 难不难 我过去呢 就是因为觉得说我把我的青春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彩蛋全部奉献给我地上的老板呢 那 地上老板有没有为我舍命流血啊 没有 你想到说耶稣基督为我流血舍命 我竟然 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 在想到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500万人800壮士 七十二劣势 为地上的国呢 他们可以 完全离弃家庭离弃父母 离弃妻儿子女 然后呢走上战场 好像我们前天呢是 八十周年的 七七 如沟桥事变 当年有多少知识分子 当年有多少年轻人呢 是 走上战场 保家卫国 不求生还 所以我一看到这么多的见证的话 就想到说 这么多人为了地上的国呢 牺牲性命 那我们这些 基督徒呢 为天上的国 我们呢 每个人都在保密 每个人呢 都在 啊 哎呀 我感到 亏就感到 实在是亏欠了 所以呢 就寻求说 上帝啊 你到底对我生命当中有没有呼召 是你呼召我 还是 我有这样一个 念头 还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结果呢 就 过五关 斩六将 清楚是神的呼召 神的命令 神的计划呢 我就 暂时放下工作 还不是马上辞职 人的确是给自己留后顾啊 不像我们上次所讲的 先知 以利亚 他的 这个 以利沙呢 是全然的 破釜沉舟 是完全白上 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的 和当年的何志平 还给自己留后路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一边上班呢 一边去读神学 要看我自己是不是读神学的料子 结果读神学结果发现说什么 哇 每一科的成绩呢 我都是最棒的 老师呢 格外欣赏 叫我把论文呢 去发表 哇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一关好像通过了 所以连续五关呢 求验证之后呢 我就完全的放下工作 就 专心 全时间就进了神学院读书 就是在台湾读 在美国又读 那现在呢 侍奉多年来 实在觉得说 上帝啊 求你告诉我 求你起诉 到底你要我为你 你要我做什么 不是 我要做什么 那 虽然当年来 我的事业事奉化 的确有点果效 那有一年呢 我去中国大陆 那 很特别 当我分享到这一点点的 苏斯马基的时候呢 结果那个教会的父子人就叫我讲了 他说何牧师 你就讲这个 工作工程化 职场合赏化 事业事奉化 他觉得这个很新鲜 他就想听 怎样的来 运作 怎样的来 带动 因为如果 教会中 每一个人都 如此 行的话呢 请问这个教会会如何 这教会不得了 不但是突破成长 更新 复兴了 这个教会呢 就会成为一个 极大的军队 这个教会呢 变成是 源源都是传道员 对不对 源源都是牧师 你说我当年在公司做经理 别人叫我叫什么 我叫牧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 让他们看起来 我是谁 我是个牧师 所以呢 那个 福州的一个教会 那个负责人就讲了 何牧师讲讲这个 结果那天呢 我就讲了这个 可是 神又光照我那天呢 除了讲这个之外 我又倒过来讲了 什么呢 我说我们的 侍奉啊 也要事业化 听懂吗 我们今天的侍奉 常常怎么样 马马虎虎啊 常常敷衍了事啊 常常呢 是完成工作呀 有没有事业化 如果事业的话 要定什么 要定职 量的目标 而且一定要达成目标 通过目标管理 人事管理 时间管理 然后呢 勇往直前 一定要 有 特别的 绩效 然后呢 我又强调说 我们的 合场呢 需不需要职场化 什么叫做合场职场化吗 大家了解吗 我们教堂这里算不算一个合场 也算一个合场 你看多少未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 之后呢 我们撒种 我们施肥 我们除从 对不对 我们 最后呢 就收割 可是在这样一个合场当中呢 需不需要职场化 职场是什么 职场是 每天 朝九晚五 上下班要打卡 要刷卡的 叫职场化 可是今天各教会 请问 职场 合场有职场化吗 没有 今天 全世界的各教堂 你晓得吗 大门就 一个礼拜 哪 哪一天开门 只有礼拜天 礼拜天开门几个小时 就聚会时间开门 我刚才停车的时候 停到 停到32M 有跟Parsons 布鲁瓦去 因为我要让停车场 多给别人停 自己停远一点 我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呢 就看到 有 左边 从那边走过来 左边有天主教堂 右边有救世君 门呢 全都关了 已经是 这个 八点半了 结果他们大门全关 那如果他们有聚会的话 可能十点钟才聚会 那十点钟聚会的话呢 才开门 九点八 可能九点五十才开门 那聚会结束之后呢 请问门又如何了 关了 以后你去敲门有人来开吗 没有 所以呢 合场 没有职场化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 想要上教会 求医治 求救恩 求上帝的人呢 请问他有路 有路进来吗 没进来了 所以我那天就跟那个福州的 那个负责人讲说 我们的合场要职场化 就说 是是是 合场要职场化 那请问合场职场化 容易吗 不容易 师母跟我 大家晓得 我们两个人 实在是愿意的是 711 听懂什么叫711吗 我们还愿意 是724 你懂吗 711 不稀奇 711是 每天从7点到11点 那其实我跟师母的心愿呢是 一个礼拜七天 每天几个小时 24个小时 24个小时 都是 这是我们的心愿 可是如果我们 愿意摆上自己 你们愿意来吗 你们愿意听福音吗 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查圣经 读圣经吗 你们有这样的时间吗 你们肯挪出这样的时间吗 肯吗 有谁肯的 请你起手 王哥你讲的 那我天天跟你读圣经 所以 我们的确是 有心摆上 可是呢 有几个人肯来呢 所以当我们在王子大楼 我们买下四粒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天天在那边 守株待兔啊 其实师母跟我不单单是 会守在那边 而且我们是常常在路上见人就讲 见人就残 见人就拉的 那请问大家 你把路人拉到我们 教堂容易吗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他们有千万个理由借口 就是忙啊 都说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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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每次都是下次啊 所以呢 我们就在 王大楼四地的那个教堂呢 哇 能拉人 还有机会传 结果碰到的都是传销的 只有传销人 你拉他就来的能吗 他就拼命的跟你讲讲讲讲讲 那要交换了 所以他都讲完之后了变成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那我们就很懂得说 讲完之后呢 要马上 啊 除了interview 然后呢 要 close Approach interview close 我们要close 对不对 啊所以close 就带他做抉择祷告 那请问你 带他做抉择祷告之后 他以后就会固定上交会吗 也不可能 所以呢 我们要把 这个合场 职场化 的确 很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牧师师母 只要去了教堂之后 请问 要不要开两期 要不要开灯 要不要开软气 这些费用高不高 你说今天如果 我们每天这里都开软气 开软气的话呢 那每月的状态是多少 所以呢 就造成了 全世界的教堂啊 有没有 这个合场职场化 很难很难 但是所有的公司呢 请问 是不是都开门的 警察局医院 消防局 都是24小时开的 可是教会应该 24小时开 可是有几间教会 24小时开呢 所以求助理给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 要定这样的目标 的确是 合场呢 也要职场化 但是呢 虽然难 但是我们要有心 去改变去突破 所以我现在 一直 想办法要突破 怎么样的来 让我们这个地方 天天开门的 感谢主啊 我们最近呢 正好 想要把这个地方 变成学校 变成学校之后 可不可以开下天门了 学校 因为华人家长呢 常常省事简用 可是最舍得花钱的就是 让他的孩子如何 去补习去上学 好 不管是 客户辅导班 还是暑期班 夏令营 还是各种才艺班呢 华人家长都愿意掏钱 再贵呢 都希望他的孩子们 能够 拿去补习 所以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团队呢 在运作 希望我们这里呢 能够办学校 办学校 请问大门 是不是天天开了 但是感谢神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老师啊 能够伪身 老师呢 要有一个真正的动机 如果你是团队 如果你是老师 请问 拜学校的真正目的是做什么 挣钱吗 求主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 所谓的片面跟全面 片面跟全面 有些教堂呢 他们认为说 教堂就是教堂 不能够办学校 教堂就是教堂 肯定不能在这边吃饭 听懂吗 教堂就是教堂 你在这里的话呢 只有敬拜跟祷告 只有在这里听讲道 做任何其他事情 都是世俗的 都是得罪上帝的 因为他们抓的圣经根据就是 2000年前 耶稣基督 第一次进圣殿 大家知道耶稣做什么吗 就 结 进圣殿 所以我相当感叹了 认为 2000年来 信徒们 最会遵守的 真理呢 就是洁净圣殿 知道吗 教会 只能做圣殿用 教会呢 不能做其他用 教会 如果 如果 收学生 在这里教课 比方说 在这里呢 给大家补习英文数捷 在这里呢 变成一个教跳舞的地方 在这里呢 变成一个教下职的地方 你知道吗 同工们就要 斗争牧师了 牧师啊 教堂是 金拜的 教堂怎么可以在这里下棋 教堂怎么可以在这里补习 而且呢 你还 收学生 钱呢 所以呢 你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 像 像牛 羊 跟贵患 银钱的一样的 照理来讲 要把这些人赶出去的 那请问大家 捷径圣殿 的真理 到底是捷径 有形的 物质的圣殿 还是更重要的 要捷径 无形的 心灵的圣殿 那段圣经 约翰福音的上下文 强调的是 捷径 心灵的圣殿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文讲到 变水为酒 变水为酒 是物质上的 水变成酒了 可是 那个真正的 真理意义呢 不是字句 不是遗文 乃是 乃是灵 什么灵意呢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呢 要从水变成酒 我们的生活呢 要从水变成酒 那是真正的意思 所以 水变成酒的真理呢 是约翰平第二章的上半段 下半段呢 是讲到 捷径圣殿 所以捷径圣殿 就是相同的 也就是 要捷径我们 心灵的 圣殿 更重要的 所以 这个有形的 物质的顺便 可不可以交下棋 可不可以交下棋 我没有人回应 可不可以交下棋 如果我们这里 现在变成 哇 好多桌子 交那家下棋 又下下棋 又下围棋 那请问 耶稣是不是要把我们赶出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 片面跟全面 我们要了解 了解 真理的 真理的片面性跟全面性 所以 我们 接下来呢 就探讨 这个 全面 全面就是 你不单单是要对人 你要对神 你不单讲到今生 你要强调永生 你不单讲现在的 这个 现在的荣耀 更要求将来的荣耀 那 在全面当中呢 我就 透过 就是 格林多前书的 全部中 跟大家 讲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或吃或喝 或言语或行事 或做任何决定呢 要根据这四个 角度呢 来思想 到底神要什么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 你这个决定 你这个工作呢 有没有荣耀上 大家说荣耀上 荣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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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格林多前书 第六章二十节 林前六章二十节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格林多教会呢 因为他们的确是有各样的恩赐 各样的才华 所以出现了自高自大 当然格林多前书呢 自高自大 这四个字能出现很多很多次 甚至呢 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诗篇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那个张狂的 希腊字呢 就是自高自大 所以神非常不喜欢我们自高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自高自大的结果呢 就是要肯定自己 荣耀自己 那神 希望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要荣耀这位 赐一切恩典的神 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要神的恩赐呢 忽略了恩赐的神 那 所以 在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二十节 告诉我们说 耶稣 我们是上帝 重价买来的 所以呢 要在我们的 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我们的身子呢 我们的身子呢 不是为丈夫或为妻子 我们的身子呢 不是为老师为老板 我们的身子呢 也不是跟他为儿女或父母 我们的身子呢 格林多前书告诉我呢 是为上帝 对他那样 生子是为上帝 我们的身子呢 我们的身子呢 是 神所赐给的 所以 身子呢 不能够为淫乱 生子呢 不能为享受 生子呢 来有一个积极的 神圣的目的 就是要为上帝而活 要为上帝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三十三节 十章三三节 这里一个总原则很清楚告诉我们 十章 来请大家念 就好像我 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好 叫他们得救 所以 我的一个原则就荣神义人 大家说荣神义人 荣神义人 荣神义人 你的 这个工作工程 你的这个起心动念 有没有荣耀神 有没有去帮助人 帮助人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人有很多经文 十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十章 二三二十四节 来请念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照旧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难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再次强调说 我们要荣神要义人 那再看十章的三十一节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经节了 我们巴不得大家把它背下来 十章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 所以我们一生的目标 不是荣耀自己肯定自己 是要荣耀上帝 是要服侍 别人 所以在 一人这方面 有很多经文 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别人的益处 我们要造就 别人 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然后呢 只求 众人的益处 那什么是 叫做 让别人得着益处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呢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我们凡事呢 都要多得人 为福音的缘故 要让人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呢 服侍人帮助人的一个 最核心的 重点呢 乃是要让他 让他得救 这叫做服侍 这叫做帮助人 一个最积极的 最被神纪念的 乃是要帮助他得救 所以 我们被父母亲最大的孝顺 是什么 不是带他母亲节 去吃餐馆 也不是带他母亲节 然后有一个 很长的周末的 带他去坐游轮 我们被父母亲 最大的孝顺 就是 要让父母亲 找找保得主的词 要让父母亲 找找的 名字 被记在基督的高阳的生命册上 同样的我们对儿女们最大的爱是什么呢 然后 让他补习 要让他 学各样的才艺 让他 住好的学区 读好的学校 最后呢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这是最大的爱 最大的智慧吗 弟兄姐妹们 对父母亲对儿女的 最大的爱是什么呢 是要把儿女们带到基督面前 让他上教会 学圣经 然后背圣经 听圣经 最后呢 能够得着 圣经当中 里面所得着的 耶稣基督从他的自保 所以 我们晓得 这个叫做容神义人 那容神义人之外 这还只是 好片面的 不够全面 你说话容神义人应该相当全面 可是 我们归纳出有四个角度 就是 神 人 还有 自己 还有对付 魔鬼 所以这四方面呢 你都周详了 你才叫做全面全面的伦理道德 那什么叫舍己呢 是保罗告诉我们 好我们要 更多更多的舍掉自己 要更多的当作活气 那我们 男男女女啊 这个时代呢 大家都要减肥 要减肥的话呢 大家知道 就要舍掉什么 舍掉口腹之欲 就要先 境界 多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个舍己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呢 保罗告诉我们 不要只吃 这个 奶 不要只喝奶 要多吃干粮 什么叫做干粮呢 干粮就讲到 十字架的道理 这如何舍己 如何背十字架 那保罗本身呢 在当中全书告诉我们 他是 他是有权柄 却舍掉权柄 什么权柄呢 他说他有权柄娶老婆 如果保罗呢 竟然为 要专心殷勤服侍主 而放弃结婚 你说这是不是舍己 这是舍己 那保罗甚至怎么样 他说 我是传道人 我传道人靠福音养生 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上帝所定的法则 保罗用了很多 例子讲说 我 如果跟你们收奉献 来让我养生养家 这是正确的 这是真理的 可是保罗呢 竟然 舍掉 竟然舍掉 收人奉献的 这样一个权柄 那保罗呢 常常是过 非常非常简朴的生活 那保罗呢 也舍掉很多很多的 吃跟喝 目的呢 他是要 更多更多的 能够 存下钱来 然后花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所以 这叫做舍己 舍己 所以我们感谢神啊 也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要如何战胜魔鬼 而且魔鬼的最后结局呢 是完完全全的 彻底失败 完全毁灭的 我们来看十五章 跟着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 明前的十五章 二十四节 二五二十六节 告诉我们 所以你呢 要常常 想到 神把我们放在 这个天地之间 然后呢 善恶之间 是非之间 赚赔之间 得失之间 神鬼之间 就叫你去做一个选择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懂得 不能自高自大 有些人认为说 靠着自己的经验 靠着自己的能力呢 可以战胜魔鬼 你把魔鬼捧成谁啊 我们 有谁能够靠自己战胜魔鬼呢 我们必须要靠谁 要靠耶稣基督 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所以呢 弟兄胜过他 是因 耶稣的保险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 哥林罗前书第15章 2425 我们来念起 再后 默其道了 所以 特别强调说 有默其 请问大家默其 是不是现在 现在是肯定一个默其 我们微信当中常常看到 这个马云呢 马云现在已经带领了 中国 还要带领全世界 要进入无现金的设备 听说福州目前已经完全 不用